所以現在目前加薩地區 所面臨的情況就是如此 但是我們看到整個的戰勢 還是在持續當中 在10月22號呢 哈馬斯說在加薩走廊 南部的甘尤尼斯市附近呢 他們是摧毀了兩輛軍用的推土機 還有一輛的戰車 他們摧毀的是以色列的軍用的 這個推土機戰車 迫使以軍汽車撤退 撤回了以色列 所以這是哈馬斯的訊息 他們就是覺得他們打贏了 這個以色列讓他們逃跑了 那以色列軍方在禮拜天呢 這個部隊在加薩進行任務的時候 哈馬斯就朝著以軍的戰車 還有工程車的車輛 也發射了反戰車的導引飛彈 造成有一名的以軍喪命 跟另外有三人受傷 亮哥他們現在呢 本來講說以色列國防部 本來不是講說他們有三個階段嗎 第一個階段呢 接下來就是要進入 地面要進入到加薩走了 但是如果現在看起來 進入加北 進入加北 那如果這樣看起來的話 他們要用地面的作戰 勢必他們會遇到的一些的 這個反抗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哈馬斯 當然還有一定的交戰能力嘛 那他推土機準備了400步 那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啦 就是以色列說 你加薩北部留存下來的人 我都視同共犯 都是算共犯 都算哈馬斯共犯 你為什麼不走呢 就我已經告訴你要走了 你不走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接下來的產列就是說 那是不是留下來走不掉的 你都殺掉 這很可怕 那那個人可能有10萬人喔 就直接這樣子 不是啊 因為他接下來的做法就是 他要把那個建物整個轟平嘛 然後如果有找到地道的入口 他就把他封掉 他目前的做法是要這樣 那只要看到哈馬斯就殺嘛 那有些人不是哈馬斯 可是他是因為他走不掉啊 所以他也算是交土策略 整個把他全部都以為平地 可是交土策略 我們一般是說 就全部都用燒掉了 那他現在就是稍微堅固一點的建物 他就把他推倒 或者把他炸倒 那他不能也不能住 因為加薩走廊最大的城市叫Gaza City 他在北部 那人口就將近65萬 我覺得他就是要把Gaza City整個摧毀了 非常明顯 那你不走是不是 那你就陪葬 所以他是從北部一路的往南 他有畫一條線 可是很多人都在懷疑他真正的戰略用心 就是他的戰略用心可能是意圖 我們講戰略意圖 他的戰略意圖就是可能要逼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人都去西奈半島 可是現在埃及不開門 是啊 對 可是到時候 到時候就你現在就有人道災難啊 那聯合國就開始介入要求埃及開門 那埃及開門前聯合國來出啊 對 我認為這個就是以色列的完美計畫 所以他是要把這些難民全部都趕到西奈半島 趕到埃及去 對西奈半島 然後這個地方就成為緩衝地帶 那至少沒有巴勒斯坦就不會有哈馬斯嘛 反正他在他的境內他不要有這個哈馬斯 我認為是啦 可是問題就是說他的三階段 我認為第一階段就沒有辦法實現了 他的第一階段叫做消滅哈馬斯嘛 對 你怎麼知道哈馬斯在哪裡啊 人家拖了軍裝就是巴勒斯坦 所以他現在無差別的那個空投啊 對 可是問題是 可能哈馬斯很多已經到南部去了 因為你不是准許人家撤走嗎 那裡面怎麼會沒有哈馬斯 他是先北部啊 接下來就南部啦 沒有正當性 沒有正當性 他的邏輯是說 因為哈馬斯還沒殺光嗎 我跟你講到時候美國沒有辦法支持了啦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牽涉到 國際為什麼不能支持 有兩個原因啊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你居民不分殺嘛 那這個已經違反人道法 你不能夠處理的地方 像學校啊 清真室啊 醫院啊 你都照炸 這個國際社會不可能允許的啦 這第一點 那他現在就真的照幹 那第二點就是 比例啦 那個哈馬斯突襲以色列 總共殺了1400人嘛 那算到昨天啊 以色列已經殺死了巴勒斯坦人 殺死了4135個 三倍 已經三倍了 那請問你要殺幾個才夠啊 什麼叫比例嘛 對 那這裡有10萬人啊 那你如果繼續殺 殺到1萬人 你認為國際社會可以容忍嗎 而且看起來就像平民啊 因為走不掉的 你可以想像是誰嘛 可能是老人嘛 然後婦女嘛 小孩嘛 對不對 病人嘛 伊朗外長的阿布杜拉西安 就警告了 美國還有其他在以色列的代理勢力 如果他們不停止在加薩屠殺 平民的話 中東地區隨時會失控 這是他所認為 但我們看到這個以色列總理呢 納坦雅胡還是蠻強 他的這個很激烈啊 他還是很強硬的 他說我們是在為自己的性命 跟國家作戰 他說這是戰爭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其實我去以色列的時候 我的確可以感受到說 以色列人他們的確猶太人 他們對於自己復國建國 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他們歷史上就是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所以去的時候 他會帶你去看他們 六日戰爭的公園 他們的戰爭博物館 這些都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歷史 對 但是你現在看到 兩個好像沒有辦法 就是稍微退讓或什麼 現在的情況是不是蠻緊急的 不 納坦雅胡目前提出的作戰計畫 根本不通啊 不通 你說三個階段 根本不可行啊 事實上今天富利德曼 就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那個他也是猶太人 他緊急寫了一篇文章啊 呼籲以色列不要犯下空前大錯 他說你只要進去加薩走廊就回不去了 這個錯 他的意思說地面部隊你要是進去的 你只要進去了就難以彌補了啦 他認為這個戰爭是打不完的 那打不完國際輿論會對你越來越不利 因為你一定殺越來越多平民嘛 那到時候整個阿拉伯世界就會團結起來對付你嘛 這對你怎麼會有利呢 而且美國能夠永遠這樣挺下去嗎 所以他是 因為他是中東的專家 他就今天在紐約時報寫的文章 所以我覺得而且我坦白說啦 這件事情的貨源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因為李納坦雅胡不斷的實施 囤墾區的擴張政策 他目前在巴勒斯坦內定的領土 我們說內定的領土 聯合國通過的 包括約旦和西岸 包括加薩走廊 以色列已經建立了250個囤墾區 總共移民是68萬 你憑什麼 他們剛開始建國的時候 就是利用這種囤墾區 去監吞蠶食 我知道 可是那個 當時聯合國能夠接受的 就是到1967啊 但他現在是他的面積越來越大 而且是在他任內迅速擴大 但是納坦雅胡其實也備受爭議 他曾經也有一些前科在 他當過三次總理啦 可是他就是能夠結合成多數鏈格 你有什麼辦法 他也不是以黨過半 他竟然就是一個聯合鏈格啦 那他裡面有一個政黨 就是囤墾區選出來的政黨 所以那個政黨更幼 更幼 他甚至還組了國民警衛隊 然後給囤墾區的居民 每個人發一把槍 他已經具有民兵的性質了嘛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問題 講起來是有點複雜啦 可是你不斷的擴張囤墾區 就是貨源啦 就你沒有正當性這樣做啦 因為巴勒斯坦人會覺得他的生活空間越來越小 他當然就會有人變成 比如說哈馬斯啊變成抵抗團體啦 那伊朗是這樣 事實上伊朗已經介入了啦 美國市場也介入了啦 因為葉門像那個以色列發了八架的無人機 還有六顆那個火箭彈 被美國擋下來了 航母直接航母擋下來 對直接從航母發射把你擋下來 那以色列有一個 有一架轟炸機飛到敘利亞 要炸敘利亞的機場 那被伊朗打下來 所以事實上這兩國已經介入了 背後的帶領人這樣講 其實已經開始介入了 那只是說他沒有派地面部隊 那伊朗就是派他的民兵組織嘛 那些民兵組織大家都知道背後就是伊朗 黎巴南真主黨 敘利亞的聖承旅 野門的胡塞武裝 那背後都是伊朗 那現在就大家在看敘利亞會不會介入 如果敘利亞介入 那這個就是國家介入 敘利亞他有什麼能力介入 就是說他自己本身 現在不是也是蠻殘弱的嗎 現在就是大家在觀察 俄羅斯那個車程部隊 會不會透過敘利亞進來 因為敘利亞跟俄羅斯很好 那車程說他要來 那如果車程來了 你不覺得更複雜嗎 那就世界大戰了 請問他是不是代表俄羅斯 是啊 那這場戰爭背後就變成 伊朗 美國 俄羅斯 我認為如果有車程來 以色列真的跟他開打 心裡還要奠奠後果 因為這個意味著他背後是俄羅斯的設備 因為你要知道阿拉伯地區大家都知道他比較落後 你在軍事上先進的程度落後以色列很遠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車程來了 車程背後是俄羅斯的裝備 那就不一樣了 完全不一樣 打法也不一樣了 對 那如果俄羅斯發狠 把一些裝備也給 那個 哈馬斯喔 伊朗 不是哈馬斯啦 給周邊的民兵 民兵 就伊朗的民兵 伊朗民兵 那也會複雜化 那也很複雜 對不對 然後還有土耳其 土耳其跟伊朗 坦白說他們都做了大量的無人膝 那會不會介入 到時候 整個的武器也是聯合國的武器 就是各國的武器 目前談得到不是誇張到什麼 第三次世界大戰 倒沒有 而是說 整個穆斯林的世界 介入的國家可能會超過你的想像 就是他的戰線可能會拉蠻長的 拉很長 你說土耳其 土耳其他也不會直接進來 對 可是他會把他的無人肌 提供 提供給一些民兵 對 對不對 因為事實上已經有人發現有無人肌了 那目前看到的無人肌應該是伊朗的 伊朗的 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校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看 第一次 大家好 您不喜歡